兄弟们,这个雕刻家已经霸榜一整个赛季的SE雕刻了 来看一下目前SE的雕刻家 现在赛季最后一天,105星 呃,这把你别说揪手,囚徒,机械,佣兵 打雕刻家还真可以 雕刻家说实话真不怕你能打,也不怕你能溜 怕就怕你修得快 但凡是修得快的阵容,对于雕刻家来讲,他的容错率就低了很多 雕刻家你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是可以翻很多很多局的 但是呢,不是这什么东西啊 你玩的这是天克,你玩的这不会是个狙击手吧兄弟 就他这是雕像家,你就感觉他在后面炸小肥标 搓,搓,搓,一扎,四分之一,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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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比较快了一点,所以呢他就,这个容错率就低啊 这里你真的换挂的话,这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还是得针对这个囚徒打 这边的话二阶,囚徒这边摸一下,摸一下那个机子补个电 冲个能,冲个能归冲个能有没有交互点 供这边的囚徒去转移手 这把球者这里的一个机子补手过来吃了一刀 倒是给到了一波那个囚徒二六 而且这个二六的话让这边的囚徒补了个电 还有一个弹板加速交互夹没中 这不能再拖了,再拖迎面就没了 再拖迎面就没了,我们来算一下密码机的总量 两台半,好像比我想象当中要好一点 我本来觉得可能要到三台 这样的话好像也还是不具备穷者的一个真胜面 虽然说这个二六很久 但是这边抓人太快呀 咱们前期多久啊,40秒有没有到都不知道的 这边傭兵状态还没补好 揪手过来救人 这边他傭兵吃伤害 揪手也没有救吗 戒尸呢 戒尸跑过去这个距离有点远 戒尸这个人救不下来的 戒尸这个人铁救不下来 应该是单纯就是给个耳鸣吧 补状态,揪手,修机 来,镜头给到戒尸 他单纯的给个耳鸣,可以的可以的 这步来救我说实话 确实风险大于收益 因为你这个救下来也保不活 因为命码技不够 你保不到私人开门战的 游兵这边的状态没有不好 那这游兵没了 这一轮还是一个什么伤害呢 这一轮还是一个AOE伤害 娃娃这边也吃到 所以这边娃娃这应该也没了 又能崇高伤害 崇高雕像 直接带走 中场鸡子被压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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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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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波折 但不多,但不多 有波折但不多 鸡尔士里面翻道具 鸡尔士里面的话过来 先吃一轮伤害 这鸡子还修不修了 这鸡子还修不修了 满血摸针 不会想要救人吧 这个六个雕像不太好救 至少不太能卡半救下来 这里的话应该是又找鸡尔士的麻烦了 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 我们来最后欣赏一波雕刻家的防守吧 因为他现在手里面六雕像 这个鸡尔士大概率是个飞轮 有一瓶香水 来雕像 咋打断 妈 还行 哇塞 无伤救人 让你无伤救人 我 啊 我的脸往哪里搁 这边直接移行过来到脸上 应该有飞轮的 飞轮刚刚交的慢 没印象了 嗯 嗯 接手怎么办呢 这个局好煎熬啊 就你就看不到求者任何的希望 但是呢 他游戏没结束 你还得继续 太痛苦了 这两兄弟有一说一还是蛮努力的 就是高分段的求生者 在这种局的时候 哪怕今天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天 他们也没有说就这个局没机会了 上来冲一波 特别是个机球手 这个机球手 他最大的让我钦佩的一点是什么 他在刚才囚徒二挂的时候 他满血 他没有去救人 他选择休机 他做了他这个时间段 该做 但不是特别有必要做 他可以有一个更快乐 甚至更快结束这一局的 玩法 没有人会怪他 我觉得那波去救人 但他选择了一个 站在上帝视角 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如果说这个局 你还想打下去的 你还抱有希望的 那么你的选择就应该是修机 黄天不负苦心人 基球手 我相信你可以跳地窖的 加油 暴乌鸦就暴乌鸦了 谁怕谁 来嘛我就站在二楼等你 一心都交了你还能怎么地 哎呦我去 这不没打到东西 好可以 雕刻在这边 压红光返绕 知道地球方位 知道地球方位 黄天不负苦心人 偷分场 六个雕像 拦得住吗 来 没事我有球 我有球 雕像快球完了 雕像快球完了 加油 起爆发 一个爆发球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可以吧